一花以世界,一夜以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齐和夫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 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 现实生活中个人和家庭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只有融入到家庭之中,才能体现他自己的价值 一个家庭必须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兴亡发达 干净的人很贵习,干净的家有福气 两者叠加起来就是福有双至,穷富极贵 一、一个人越干净越有贵习 主持人杨兰说,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 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如果你的外表邋遢,那么别人只好对你嗤之以鼻 哪怕你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别人也会情不自禁地远离你 干净的外表给别人一种好印象,与人交往的时候更容易亲近 当然,干净的外表不仅仅是穿着打扮很干净 还是言行举止很有礼貌,体现出自己的教养 比方说,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人 虽然衣服上有污渍,但是他的脸上有笑容 主动避让别人,尽量不影响别人 那么他的外表还是很干净的 干净的心灵散发出个人的气质和魅力 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内心干净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坦坦荡荡 说话也是中肯的,温馨无愧 和他交往的人能够互相信任 合作共赢的机会更大 内外都很干净的人,在生活中 还表现在生活的圈子干净 不与恶毒的人为伍 不强心融入不合适的圈子 赚钱的时候光明磊落 不赚昧良心的钱 不做巧许豪夺的事情 思想上干净,凡事都会往好树下 而不是带着偏见堪忍 爱莲说里写道 于多爱莲,知出于你而不染 浊青莲而不妖 中通外职,不满不知 向远一清,亭亭静止 可远观而不可谢晚夜 做人如莲,即便是最肮脏的水 也不能污染他 这样的人精神上高贵 令人尊敬 楚国另以孙书傲 西汉官员张汤 唐朝彩相迪仁杰 北宋时期的包拯 明朝的海瑞 他们以清廉闻名于世 被后人歌颂 岳阳紫棋说 妾文志士不饮 道权之水 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他的话不仅成就了丈夫的功名 还成就了自己的名声 干净的人贵在灵魂 二,一个家越干净越有福气 看过国外研究人员 做过的这样一个实验 甲祖是生活幸福指数很高的人 他们觉得生活里总是处处充满欢乐 乙祖是生活幸福指数很低的人 他们觉得生活总给他们带来痛苦 后来研究人员参观完他们的家后才发现 他们家里的整洁程度 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家族的人家里大多十分干净整洁 遗族的人家里则是非常脏乱无事 家族有位成员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当我看到干净明亮的家时 那些焦躁的情绪和负能量 仿佛倾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人也就由内而外地感到轻松自在 想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只是很多人没有深入思考罢了 正如白岩松老师所说 我相信无论是谁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 一个干净的家能影响人的情绪 也能影响人的幸福之数 孟子提词里写道 孟子生有舒质 又被慈母三千之教 孟母三千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 而是为了和好邻居相处 逐步叫唤儿女 好的生活环境 让孟子变得受秩序 懂礼貌 喜欢读书 一个干净的家庭 不仅是周边环境干净 还家庭内部也很干净 同样的表里一致的 一个不干净的家庭 在任何一个小区里 都是讨人闲的 正所谓一粒老鼠屎 毁掉一锅粥 干净的家庭 福西自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干净的环境令人舒适 创民几近的家 会让每一个人都向往 回到家能够感受到温馨和温暖 随便往哪里一坐 心灵都是愉悦的 第二 干净的关系 相处不累 家庭成员之间 没有扯不清的关系 家人和外面的人 也没有扯不清的关系 矛盾少了 相处就不累了 比方说 邻居相处 平日里能够礼尚往来 大家互相关照 还能够做到 夜不庇护 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干净的 大家庭 每个人还能够享受到 干净带来的福气 第三 干净的感情 纯洁无瑕 所有的纠缠不清 都是两败俱伤的 所有扯不清的关系 都是闹心的 父亲相处 一次牵手 一生牵手 父母和儿女 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 又能够互相理解和包容 老人不插手晚辈的小家庭 这样的感情 简单就是福气 第四 干净的理想道德 家庭兴旺 一个家庭的发展 需要钱 也需要目标 一家人在一起 没有二心 一起奋斗 实现目标的机会更大 体现了众人食材 火焰高的道理 与此同时 家人们都很友善 一起积德积福 必得天佑 一间志里写道 高堂素碧 无书卷之牢 名窗禁忌 有坐卧之安 干净的家庭 是修身养性的地方 即便是疲惫不堪的人 也会获得力量和精神 三 外表干净是名片 内心干净是气度 现实主义作家 德莱塞说 和睦的家庭 空气 是世上的一种花朵 没有东西比他更温柔 没有东西比他更优美 没有东西比他 更适宜于 把一家人的天性 培养得坚强 政治 人是家庭的主要组成部分 家为人遮风党雨的地方 家人 人家 是无法分离的组合体 想要生活在幸福的家庭 那么每个家人 都要付出汗水和智慧 干干净净做人 堂堂正正做事 开开心心过日子 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 就要团结家人 包容家庭周围的人 汇聚一股强大的力量 帮助自己成就大业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不管赚再多的钱 有再大的房子 如果没有像样的家 也是失败的 王小波说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 这种满足又成为 他行动的动力 乞丐从干净的房间里 找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房间的整洁 也让乞丐有了改变的动力 环境的力量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 一个干净的家 能给人带来好运 一个脏乱的家 则会吞噬我们的生活 千万不要小看那个 爱收拾家的人 他收拾的不仅是家 还是一个家的运 人生一世 干干净净来 干干净净走 改变人生的第一步 从改变家开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